《興禮ió這些》 - 결국作為另一個長途 05年當時《超級女生》 擰入的是歐美選秀的模式 中國才真正開始 做自己的偶像 所以 增加的發展開始 其實 大家都已經意識到 也希望国内能够多出一些国内的偶像组合 比如说今年吧 今年做蓝团的也有十多家 旅团的话就已经有四五家 已经同时在做 我叫黄瑞 目前在上海做 跨次元养成系偶像这个项目 日本加利斯的Countune的组合 后边伴舞的 当然都是一群小孩 是从小培养 然后给前辈伴舞 然后从里边又会有几个比较出挑的 再做一个组合 然后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为什么中国就没有这种公司 中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话 那肯定市场前景也非常的广阔 就起了一个策划 在中国做这样一种公司的一个策划 我们说要六月份发的那首毕业季的歌 带大家来听一下 现在中文词有了 慢歌 是我们的 快乐 是我们幸福的瞬间 慢慢发现梦想就在你和我身边 自己追逐梦想的那些年 我们的艺人不单只是也真人形象在你和我身边的那一套 我们的艺人不单只是也真人形象在你和我身边的那一套 在那个舞台上边见面 他们也会以二次元的形象 以动漫的形象和粉丝见面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跨次元的偶像 就是希望粉丝能够提到这个人想到的是他的一个是动漫的形象 一个是真人的形象 我们的队那么整个对象 我们的这些人打响 我们的三个是这些人 就се是不错 不是 我们的 translators 我一天就是她的 黃馬 異地的練習生的話 我們會有同意的住宿和學校的安排 宿館阿姨也會負責他們的生活起居 還有做飯 平時他們需要什麼照顧的話 就是助理在做這些事 他們確實很累 最基本就是聲樂和舞蹈 接著就是表演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課程是 我們叫美學和藝人禮 也不可能因為這點痛 你就給舞蹈老師說別拉了 包括舞蹈老師給他們綁那個沙袋 就是跳舞 也是為了增加他們那個 那個力量就是以後跳舞能有力 有些綁10公斤的沙袋 那一跳都跳不起來 因為是做養成系 那就是註定藝人他的年齡 是必須從小開始培養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變化 不管是變帥也好變稠也好 那這就是養成系的一個美麗 這就是養成系的一個魅力 还有我们还是比亚比乐书 我不太喜欢乐器 为什么 因为很轻松啊 一直做的 他当中了月宁老师的面 他说嗯我会调音哟 然后朋友那个月宁老师就说 真的吗这么厉害吗 那你不用调音器吗 不用 哈哈哈哈 我和池池池池那个上海明珠台 oh my god 那边要东方明珠吗 哦就上海明珠台东方明珠 哈哈哈哈 在北京廟巢 来一场十万人的演唱会 这个一下很棒 我们一起共同完成 对不对 大家一直有认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